已經被Google買下了 所以基本上呢這個帳號 基本上你第一個要先登錄Google帳號 第二個的話呢 Filebase開通之後建一個專案之後 然後到database裡面 把規則改成都true 才可以讀寫 第三個的話呢你可以進到裡面 然後可以看到裡面的資料 不過有時候這個因為雲端的關係 網路連線要夠快 不過有時候好像會KK的 不知道今天為什麼 可能大家都在存取還是怎麼樣 那目前可以看到 他會給你一個網址 然後會給你一些資料 這個資料是我剛剛寫上去的 所以我剛剛跑完了 那他跑的方式 特別重要一定是一個 我們這個前面 這個變數是一個Dictionary 是一個字典檔 那這個字典檔裡面呢 有三個資料喔 哪三個資料 號碼 跟名詞 KeyValue KeyValue 這個前面有講過啦 所以我們有第二個 2號跟3號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他寫到雲端上的話 第一個 告訴他我的 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是資料庫的位置 第二個的話呢 讓他產生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呢 是FB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實際上是Filebase 這個 類別裡面所產生的一個 物件 那我利用他怎麼樣 幫我一個一個的幫我寫到 雲端上去的話 一個一個的話 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FOR FOR什麼呢 把我們這個Dictionary的東西 放到裡面 FOR 什麼IN 就是在這個裡面我先 IN的話意思是說 我把裡面的第一個讀過來 再讀第二個 再讀第三個 其實就是FOR EACH IN 在這個Dictionary裡面可能有三個 那我一個一個的幫我把他 先丟到前面 這個STUDENT 這個是一個變數名稱 這個也可以自己取的 你可以用取其他名稱都OK 那我們怎麼樣呢 就可以把這個 Number跟Name 這個資料 先丟到STUDENT 然後呢 我用FB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POST POST就怎麼樣 就是丟過去啦 實際上就網路上有那個POST 跟GET POST就我丟資料過去 我把它寄到哪裡呢 寄到我這個網站後面 這個網站後面有一個叫 STUDENT 這個STUDENT 是我們也可以自己建的 你也可以建其他名稱都沒有問題 你也可以建ABC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建其他 那將來你在 那個Filebase的網站裡面 就可以看到一個 叫STUDENT 裡面的話 他會幫你放第一筆 放第二筆 後面這個是 幫我顯示出來 到我底下 讓我知道 OK 那我把這些都跑過之後 你可以看到 一個一個一個的 幫你把它儲存上去 不過有時候因為 要把它丟到 網路上有連線的速度問題 所以有時候會 快慢一點點 我剛剛跑 大概停個幾秒鐘 才下一筆 才下一筆 所以有的時候啦 Filebase的缺點就是 他不會像我們之前 CQLive 有沒有 因為CQLive是我們自己的資料庫 跑得很快 幾百筆 一下就全部 寫完了 但是這個可能會有時候比較慢一點 有時候跟連線速度還有點關係 那把它丟上去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幫你在 我們的 什麼地方了 這個地方你的 資料庫裡面可以看到 基本上 你的資料庫底下 就會增加一個STUDENT 特別重要 這個STUDENT就是我剛剛post後面 寫的有沒有 有一個 斜線裡面 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是我剛剛程式裡面的 這個東西 有沒有 記得這個斜線一定要加 意思就是我寫到 這個網站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底下 再增加一層 他的下一層 網址的下一層 這個名稱你可以改成其他名字都沒關係 不過我不確定改中文會不會有問題 你可以改學生兩字 我想應該也OK啦 然後呢 把資料先丟第一筆 再丟第二筆 再丟第三筆 所以寫完之後你可以看到 他就會有三筆資料 但是你會發現喔 他一筆資料 前面會自動幫你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 這個ID 這個ID 這個ID是他自己幫你產生的 OK 所以你會發現一筆 兩筆 三筆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資料就寫上去了 當然啦 如果你自己可以變化一下 前面我們有做了蠻多練習 其實是跟Dictionary有關的 那你就可以什麼 資料 就可以把它丟上去了 稍稍看 前面有Dictionary的練習吧 或者是說你可以再結合什麼 之前我們 從那個 PN2.5 沒有決勝檔 決勝檔撈下來 不就是上面 就是那個 我們 程式上面這東西 PN2.5 PN2.5 他 那個 網路上那個檔案 其實結構就長這樣 那你想說 我可不可以直接從 那個行政院官網抓完的資料 直接幫我丟到 Filebase裡面 當然可以啊 你可以怎麼樣呢 一邊抓 用什麼呢 用Request 然後一邊丟 丟的話用這個Filebase 有沒有 一邊讀 一邊丟出去就ok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可以 試試看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sample 就是我可以把資料 寫到我的 這上面來 當然如果你要刪除它的話 我現在還沒講 不過其實你會發現 你在那個Filebase裡面 假如你要刪除的話 你如果不會寫 程式也沒關係 因為我發現 後台自己 自己就可以控制了嘛 如果你要刪除這些資料的話 很簡單嘛 就怎麼樣 把它這邊 Delete掉不就好了 他問你說 你是要刪除底下的東西呢 把它刪除掉 它就空掉了 OK 不見了 有沒有 那當然你這邊 那當然你這邊 這個好像不能刪掉的話 不能刪嘛 因為這一層最基本的一定要有這個啦 你不能亂刪 這個可不可以刪 刪不掉 因為它是最底下的 這個叫Ruts Ruts Ruts 就根嘛 就最底下的東西 你不能刪 如果你不想刪除 OK 不要亂刪好了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再做練習 可以再重新 把它丟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 請各位啦 自己再找找看有沒有別的東西 前面練習過的 可以拿來這邊 再丟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 資料庫的存取我講過啦 最重要的是新增 可以新增過去的話 那你已經完成第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步驟了 第二個步驟是再把它讀下來 丟上去了 可以把它讀下來 第三個就是刪除它 第四個就修改它 大概這幾個步驟如果你會的話 基本上Filebase大概掌握大半了 再來就是應用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一段程式碼雲端上也有 記得喔 雲端上那個程式碼 如果你把它抓下來 記得一定要修改 UIL那個部分 UIL 不能夠 用我的 用我的會變成資料寫到我這邊來 目前好像看起來應該沒有人寫到我這邊來 表示 應該沒有人 沒有改 因為之前就 我忘了講 大家都寫到我這邊來了 貼上去大家一支行 資料就跑到我這邊來了 當然你們將來 這個應用 當然還有很多啦 你可以再跟像手機APP 其實手機APP這部分的應用非常廣泛 也就是你可以電腦這邊可以寫資料 手機那邊呢 可以讀資料 所以你可以用Python 讀了 爬了一些東西 然後呢 手機端呢 就可以看到分析結果 甚至跑一個圖出來 馬上可以知道說 比如老闆那邊給他一個APP 然後你後端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自己寫一個Python的程式 馬上可以看到 兩邊可以 一個是 使用端 一個是 你的設計端 兩邊可以分開 可以跨不同的裝置 像Excel VBA能不能做 VBA也可以 VBA也可以透過 那個資料 也可以從Excel裡面的 把資料倒到 那個 Filebase裡面 這樣的話我想應用會更加廣泛 所以Filebase有點像跨 不同的應用 跨不同的裝置 那這樣我想 它的 有點像一個中間的一個交換資料的一個平台 這個重要性當然就蠻高的 不過切記就是資料量 免費的話 只有一GB的儲存空間 跟 那個10GB的每個月的流量 所以你不要超過我想應該都不會有費用的問題 等一下 你不要再為了 你不要再為了 還要不要再為了 你不要再為了 你不要再為了 現在 讓 草 得